老公 伴娘还没找齐 马上就要婚礼了 怎么办啊 陆 陆瑶 子萱 你在这上班啊 那真好 你们公司给我找了十几个伴娘 我都不满意 不如你来给我当伴娘吧 哎呀 你知道的 我身边的闺蜜 跟咱们那些老同学都结婚了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找职业伴娘 不好意思啊 我不负责这款 我是你们公司最大的客户 你要负责的就是让我满意 行 有什么要求吗 那当然要最好吧 怎么贵怎么来 我老公啊 有的是钱 不过说起来啊 你跟我老公还是旧相识呢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柯宇 你前男友 你不会还介意 当年我跟柯宇在一起的事情吧 露露 我是真的想邀请你来 见证我跟柯宇的幸福 我想你也不会拒绝的 毕竟你们公司的口碑 一直都很好 你也不想因为你一个人 让公司多几条差评吧 当然 学会跟前过不去啊 放心 我一定来 那就好 很期待你来当我的伴娘哦 来 来 把这个花再挪一下 把这个饭药给新郎送过去 恭喜恭喜 来来来 哟 绿上你能来那一定是不必生辉啊 我带你进去 哦没事 你忙你的啊 我自己进去 哦 不好意思啊 没事吧 哦 没事 你是新郎这边的宾客吧 呃 勉强算是吧 那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叫做新郎 你怎么不自己去送 因为它是我前男友 饭娘该化妆了 麻烦你了 饭娘 前男友 真有意思 你这裙子好看吧 真好看 露露 你怎么还没化妆换衣服啊 他们说人太多了 让我等我来 啊 他怎么这样 我一会儿可要好好批评他 难道不是你安排的吗 露露 你说什么呢 来不及了 赶紧进来化吧 哎呀 露露 我这鞋有点割脚 我这儿穿着礼服也不方便 要不你来帮我弄吧 我来帮你弄吧 不用 人家露露是专业的 让他来弄吧 麻烦了 先穿这个吧 会舒服一点 露露好贴心啊 哎呀 人家就是做这个赚钱的 哎 我们好像还没合照吧 等露露化好妆 我叫摄影师来帮我们拍一张吧 啊 我不想要那种刻意的摆拍 我就想要那种闺蜜之间自然一点的抓牌 露露 你来帮我们拍吧 不是 露露不跟我们一起吗 她都当了那么多次伴娘了 跟她合照多慧气 来吧 三 二 一 哎呀 露露 不好意思啊 我 我手滑了 你可以帮我捡起来 再来一次吗 谢谢啊 再来一次吧 三 二 一 啊 露露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要那种花奔向镜头的感觉 你懂吧 可以麻烦你再把花多剪一次吗 给我吧 你疯了吧 你敢砸我 你是我花姐请来的 你什么态度 你是什么货色 我就是什么态度 那个律师啊 我们上次那个合作 不好了不好了 新娘和伴娘搭起来了 什么 律师啊 那我去处理一下 客经理 我跟你一起去吧 走吧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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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老公 刚刚有人推我 谁 露露 你怎么在这 她是我花姐请来的 你说她为什么在这 这么无闹吗 你想干嘛呀 你凶我 究竟她是你老婆 还是我是你老婆 我才说她几句 你就心疼了 我知道你不是真心请我来的 但我还是真心来的 但我看现在这样 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麻烦解一下账 一共十三万 危险还支付宝 好 路遥 对不起 我现在转给你 转给她 你还留着她微信呢 路遥 现在你当着我的面 都敢勾引科语了 是吧 要不今天你穿着婚纱 折婚你跟她姐吧 你们俩结婚算了 行了 别哭闹了 你还护着她 律少你 你们认识啊刚认识 不过 我喜欢她 哎律少你别生气 我老婆她她她没脑子了 你说谁脑子不好呢 你现在是不看我脑子不出眼啊 哎你闭嘴吧 看来 我们得先处一会儿加血 合作的事再说吧 哎律少 律少 律少 可许 这婚你还结不结了 到底要去哪 你现在就这么对我吗 还行呢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现在婚礼闹崩的 喝醉谈不成的你满意了吧 这婚我不结了 你爱跟谁接谁结吧 孙女没事吧 刚才谢谢啊 既然你要感谢我 请我吃饭吧 哎呀放心 我知道了 真会气 上班还能碰到 拿我车玻璃化妆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钱 女 友 你怎么还能走 我在这上班啊 你不会也在这上班吧 听说了吗 陆瑶上个月到手三万多 佩佩姐在 凭什么我们的项目是她的呀 哎呀 早就听说了 客户喜欢陆瑶 造谣同事 员工培训怎么学的呀 陆瑞 我只是听说 那你就听点有用的 职场不相信谣言 哎呦我真的不懂 你们成天在公司里面 干这些吗 走了 上班了 什么 哎呀 我亲眼看见呗 什么什么 陆组长认了个 开保时节的干爹 什么 陆组长认了个 开保时节的干爹 这这这边疯 小奋斗几十年 哎 我只告诉你 你别告诉其他人啊 陆瑶哪有什么能力 别看他单子多 全是和客户私交好 是我不好 我要是能像陆组长一样 他客户喜欢 就不会没有业绩了 什么 我昨天亲眼看见 陆瑶从客户的身上下 还忙呢 你要是无聊 可以先下班 实习生 那些谣言 门口大爷都能说两句 你就一点不生气 我谈业务靠的是能力 其他的 问心无愧 万一这点小事 把项目丢了 项目分组是经理决定的 他 不会偏听偏信 要我帮忙吗 哎呦 终于做完了 喂 什么 方物选的明明是我的方案 为什么要换人 果然是你啊 小陆啊 你的能力呢 我是知道的 但你也明白 咱们 不能一直用一些特殊手段谈生意 公司名声不好 但那些都是以讹传讹 谣言 传着传着 它就是事实 这个项目 就给小沛了 老板来了也没用 是吗 听信传言 纵容下诉 把公司搞得乌冤瘴气 你是怎么做什么意思告诉你 你谁啊 还有你 从为女人 明明知道清牌是最重要的 却还是散步谣言 一会同事 区区一个实习生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撒眼 龙总 这是这两年的信息 龙总 这位是我们批判的龙总 因为业务提升来公司考察 现在 我有资格了吗 哎哎龙总 我错了 我全是听手 可以说的 什么组织 出对话呀 证据 明明是非 明明是非 看来是我错了 告辞 还有 你不会走我上司 听到了 开了吧 我刚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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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